中国外长王毅会见缅甸外长 推动中缅经济走廊为先决条件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3年的12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事办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北京会见了来华共同主持 蓝沧江湄公河合作第八次外长会议的 缅甸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单岁 怎么看一场及时雨 分水岭的时刻 现在缅甸的局势正在迎来转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一次是什么 中国与缅甸共同主持的蓝沧江湄公河合作 第八次外长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个会议是年度峰会 属于例行公事 不是为了缅甸局势特别开的一次会议 但是呢 在这个结构眼上开这个会 它使得这个会议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最近的缅甸局势呢 大家也知道啊 乱呢 已经不能再乱了 如果再接着乱下去的话呢 很有可能变成钢果金 所以呢 现在开一场会 各方呢 施加一些压力 各方呢 讲一些话 这个东西呢 可能会迎来转机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一个分水岭时刻 最近呢 几个新闻 非常非常值得思考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上周日 有600多个缅甸民间组织与机构 联名呼吁东盟结束主持军政府与民族团结政府在印尼所谓的包容性谈判 为什么呢 我们也知道早在11月中旬的时候呢 军政府与这个民团呢 他们之间的代表就已经在印尼开始谈判了 不是说双方联合博弈 不是说双方一定要打到底 不是说军政府一定要被消灭 是怎么着呢 双方都在谈判 然后这600多个民间团体集体联名 什么意思呢 大概率呢 就要谈妥了 这是头一个 第二个呢 那是昨天缅甸军政府的敏昂来 通过政府的机关报呼吁各地的民族地方武装 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纠纷 那昨天我们的分析是什么呢 一方面双方的弹药呢 基本上都打光了 玩不下去了 这是头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民间呢 也不愿意打仗 都希望呢战争结束 第三个就是外部压力 哪里来的外部压力 我分析是东盟和中国 然后就是第三点 西方媒体以及呢 几乎所有的缅甸的亲西方的这些携手 惊一色的论调 1027行动没有中国参与 这个里边分析是这么看的 要么真的没有中国参与 中国根本就不想参与这种事 要么是什么呢 不希望看到中国参与 但是没有一点办法 中国参与可以怎么参与啊 我们可以施加压力进行谈判啊 这是一种参与的方法啊 我们可以传出我们的诉求啊 我们的诉求 我们的利益在缅甸最大化 使得缅甸各方不敢乱动啊 这也是参与啊 这个不需要就是说 你直接得让给人武器 这种参与太low了 咱这么说啊 那为什么说这一次北京峰会 可能是缅甸局势的分水岭呢 那这个里边呢 咱就得分析一下什么叫分水岭 什么样的算是分水岭 是不是现在停止内战了 达成协议了 那肯定不是 咱这么说 政府军跟诸多的民族地方武装 都打了70年了 一夜之间停火也不现实 那什么是分水岭呢 这个分水岭是这样的 如今的缅甸呢 它有两个选择 我们知道啊 1027军事行动之后 民族团结政府 与各地的民族地方武装 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胜利 并且呢 与军政府呢 达成了一个新的平衡 那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怎么看 是关键了 缅甸呢 有两条路 头一条路呢 就是谈判破裂 民族团结政府 与这个军政府彻底的撕破脸 然后军政府进行总动员 与民族团结政府 在各地拼抓壮兵 缅甸呢 进入到一个更严重的内乱 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 甚至呢 爆发粮食危机 也就是说呢 进一步的走向混乱 变成钢果筋类似的东西 这是头一个 这个中国东盟都不希望看到 第二个是什么呢 虽然战斗呢 会结束 比如说我们的国敢同盟军 光复老街 这样的战斗呢 会接下来 但是呢 整个的方向 是重新走上谈判 甚至军政府呢 再次的退居二线 这是有可能的 其实啊 这个敏昂来也知道 自己这个玩意儿呢 不太得民心 也想脱下军装 换西装 跟昂山素季呢 这方面也没少谈 所以呢 这个选择就是走向止战 我说的是止战 是停止1027行动 而不是说停止内战 内战停止不了 但是止战 停止1027行动 重新谈判 这还是有可能的 这还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呢 现在两个选择 要么走向混乱 要么走向止战 我们说现在的北京峰会 就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或者分水岭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分水岭时刻 所以呢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铺垫 让我们来解读一下 中国外交部有关中缅外长峰会的通稿 它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中国想传达的信息 也是呢 这个通稿的中心思想 就是积极响应中方倡议 保护中方利益 就能得到中方的支持 这个很关键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看通稿啊 通稿呢 分几块 头一块呢 是王毅表示 今年呢 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10周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 10周年 在这么重要的年份 中方愿意与蓝仓江 湄公河国家一道 办好外长会 共商合作大计 共吐区域繁荣 然后呢 缅甸这个外长啊 表示同意 这个里边呢 有一个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呢 还真不是一带一路 10周年 更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 10周年 这些呢 都是就是说 我们给他定一个调 这个里边的关键在这呢 合作大计 区域繁荣 什么意思 我问问大家 人脑袋打成狗脑袋 是不是区域繁荣 那肯定不是 一个相对和平的国家 打成钢裹金这样的乱局 是不是区域繁荣 那肯定不是 啥意思 那等于说什么 就是说尽快的你们要谈判 别打了 就别打了 你政府军该妥协就得妥协 你先认怂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认怂了 你表一个姿态 如果民团接着打的话 那是他们之间的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们现在爆发这个内战 不仅不符合你们自己的利益 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更不符合东盟区域的利益 这个东西大家应该要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说 民小将昨天表示怂了 说要政治解决了 怎么回事 那压力来了吗 压力哪来的 中国加上东盟啊 你觉得东盟 现在看到缅甸打起来 让大量的难民涌入 泰国现在没办法 接受缅甸难民了 那你觉得这事 能持续多长时间 缅甸多少万人 5000万人啊 别到时候来1000万难民 800万跑到哪去 跑到泰国去 你说泰国能受得了吗 那肯定受不了啊 这事怎么办 那赶紧停火啊 对不对 就投一个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王毅接着说 中缅呢 是全面战略伙伴 然后呢 双方呢 有互信的 中方期待 缅甸在宪法框架内 尽快实现国内和解 然后中国就说了 不干涉缅甸内政 缅甸也说了 支持中国统一大业 反对台独 然后中方赞成 缅方第一时间支持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和全球文明倡议 然后愿同缅方分享 中国式现代化经验 积极推进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设 别看这么一小段话 信息量巨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一点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啥意思 中国和缅甸之间是友好邻邦 中国和缅甸之间 是我们国家呢 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咱们是朋友 咱们是铁哥们 咱们无话不谈 那好了 咱们就得说一说了 有些东西我真的想说一说 首先一个是在宪法框架内达成和解 什么意思 你说中国到底支持谁 支持军政府呢 还支持民主团结政府 这个东西你说你支持谁 对吧 但是中国说了 支持在宪法框架下达成和解 那我们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宪法呢 是缅甸2008年的宪法 也就是军人政团宪法 当时呢 缅甸的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这也是一个军政府 但是非常支持中国的响应 和中国的利益 当时2008年的时候呢 军人政团呢 自己玩不下去了 需要跟这个民族团结政府 这一帮也就是昂山素季这一派呢 分享他们的权利 所以呢 搞了一个2008年的宪法 但是我们也知道 2020年大选 民族团结政府呢 这个民团这边呢 获得了大获全胜 80%的选票 然后军政府不干了 军人不干了 发动政变 我们的敏昂来呢 就搞了这么一个军政府出来 其实咱这么说啊 现在缅甸的军政府是违背了自己宪法而进行执政 等于什么呢 选举呢 我玩不过了 我掀桌 我不干了 就这么回事 中国这一点上呢 也很明确 什么意思呢 我支持缅甸的宪法 我支持在08年宪法的框架下 咱们搞一个共同合作的这么一个框架 这点非常非常明确 啥意思告诉缅甸 我点到为止 我点到为止 你知道我说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说什么意思 就别以为就是说我现在支持你 我什么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要按照宪法来执行 你现在这个政府在你自己国内都不得民心 你想让我支持你 我怎么支持你 对不对 我支持的是中国和缅甸之间的关系 不是说中国跟缅甸军政府和或者跟缅甸任何一派之间的 之间的关系 我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你们两方不要再打了 你们两方坐下来谈判 这是我希望看到的 我不拉片架 这是中国的立场 然后呢 他说了赞赏呢 免方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这些倡议 什么意思 什么叫赞赏 外交辞令或者呢 外交黑化赞赏是我同意一部分 你们呢 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倡议上 我知道你很给我们的面子 这一点上呢 是值得赞许的 很多国家呢 还不同意这个倡议呢 比如说美国 缅甸同意了 那咱们是朋友 就这么一回事 然后呢 强调了 不干涉内政 什么叫不干涉内政 你们之间国内那点事 只要不危害中国的利益 跟我没关系 我也不想管你们这些村积泄斗 这个什么军 那个什么军 跟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无所谓 只要你不危害中国的利益 你们可以随便打 但是如果你们打得更狠了 制造了大量的难民 制造了整个区域的混乱 那就不符合中国利益了 这一点呢 你要知道 第四个呢 就是愿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经验 积极推进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设 什么意思 这是中国的利益诉求 也是中国的利益目标所在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要想得到我支持 我也知道你想得到我支持 或者缅甸想得到我支持 怎么办 有些东西必须落实 就是说中缅经济走廊 之前中缅经济走廊刚提出来的时候是2015年2016年 当时呢昂山素季代表的这个民选政府呢 当时是同意了 后来呢 敏昂来这个军政府呢 也同意了 但是落实了吗 没有落实 或者没有完全的落实 或者落实的速度很慢 尤其这个敏昂来 还想走钢丝 一会儿联系印度 一会儿联系美国 这些东西就说了 不做中国的傀儡 这到底是怎么搞的 现在你要摆正你的立场 你要想得到我的支持 可以 那中国的利益是什么 就是中缅经济走廊 也就是最终的目标 中缅经济一体化 然后呢 王毅强调 近期中缅合作 打击缅北电信诈骗 解救被困人员取得成效 有力威慑了不法分子 双方要强化执法安全合作 特地铲除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 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是中国近期关心的话题 就是铲除电信诈骗 这是中国关心的 也是缅甸政府合法性的保障 之前呢 在这方面合作上 缅甸的是莫连两可 缅甸呢 是尽量的互犊子 但是1020惨案之后 中国是重拳出击了 中国重拳出击了 发出了通缉令 我们的明县长呢 也变成了标本 这一点上 缅甸呢 现在要切记了 你不能在这点上走钢丝 你要是在这点上走钢丝 你就失去了合法性 在你失去了合法性之后 我支持谁是另外一回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好好掂量 这就是中国向缅甸发出的声音 然后缅甸外长说了啊 表示了一大堆爱听的话 在这块就不带赘述了 最后呢 双方还就稳定缅北的形势 进行了友好深入的交换了意见 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 谈了很多 同意一部分 共识很少 但是呢 谈了很多东西 这整个这个过程 整个这个就是说 这个外交通稿怎么看 首先一个呢 是中国已然成为缅甸事务的仲裁者 什么叫缅甸事务的仲裁者呢 首先中国支持与敏昂来军政府交流合作 同时支持民团在联合国的代表 也就是什么呢 中国不拉偏价 你们这两边都需要中国来解决你的问题 那么你们想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 必须来找中国 中国就成了仲裁者 这头一个 第二个呢 是中国希望缅甸繁荣稳定 什么意思 与中国经济一体化 而不是变成钢裹金 这个符合两国的利益 第三个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想得到支持 那么尽快落实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设 第四个 共同打击电信诈骗 这个是现在的重中之重 也是你政府合法性的所在 这个里边大家也看到了 中国现在呢 对外倡议价值观标准 就是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美国呢 违背了这一点 我们也不止一次的说 美国现在是人类文明的敌人 人类发展的对立面 缅甸其实也一样 如果你要打成乱局 制造地区动荡 那你就违背了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 那你这个政府 你这个国家也沦为了人类文明的敌人 所以呢 希望你符合地区的利益 不要制造更多的混乱 制造更多的动荡 和制造更多的难民 这个是缅甸需要做的 缅甸需要做 怎么做 走向谈判桌 而不是走向战场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看到了中国外长 在就这件事情上 与缅甸的问题上 他点到了为止 这缅甸之后怎么做 我们接着关注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 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美丁想定义一下 谢谢大家